受苦节灵修第五章 最美的祭 若汉福音十章十一至十八节 一个网站问了这个问题 你为爱牺牲了什么呢? 有这些答案包括 我牺牲了我自己的自由 因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在你单身仍未成为对某人作出承诺之前 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妥协 或者被抛住牢后 比如跟朋友行街 玩电路游戏 和所有需要时间的东西 又有牺牲了钱 朋友 我喜欢去的地方 和自尊 又有牺牲了自爱 还有牺牲了一切 我不再关心自己 而只是关心我所爱的人 最后再的答案 是说我没有做过任何牺牲 但是我父母就做了 他们牺牲他们所有的时间 幸福 辛苦赚回来的钱 都是为了我和我妹 这些都是来自污联网的答案 动词 是指为了一件事 而降伏 或者放弃另一件事 它是从形容词 神圣 sacred 衍生以来的 所以牺牲是充满爱 而不是兴许地献给神的奉献 耶稣在十字架上 做了什么的牺牲呢 他得到物质或身体的利益作回报吗 他为谁而牺牲呢 耶稣为什么赔上自己的圣命作献祭呢 认识好牧人 be acquainted with the shepherd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走 捉住那羊 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为他是故宫 并不纪念羊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至十三节 有两百多只绵羊 在仕途逃避 中虹 而在比里牛 撕山脈 跌死了 中虹在被猎人 消灭三十年之后 被重新引入这个山区 这些羊是属于一个 在法国 西南富富朗的农夫 当中虹在上个星期日 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 就令到羊群受惊吓 在食欲动物攻击了其中一只羊之后 其他的二百零九只羊 就惊慌失措 从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一座 二百多米高的懸崖 跌了下去 第二天 有169只羊的尸骸 被发现在懸崖一边 西班牙 尼亚多雷川的山脚下 其他羊的尸骸 则在法国被发现 耶稣不单止是木人 而且是好木人 不只是好木人 他是那一位好木人 是那个 我们灵魂唯一神圣 尽职 和可靠的木人 在他的讲论中间 耶稣自由地使用了形容词 好 来描绘 其上乘 却越 和感动人心的品质 本性 和益处 包括 好果子 好行为 好地 好种 好树 和良善的心 在马太福音 三章十节 五章十六节 十三章二十三节 十三章三十七节 路加福音 六章四十三节 八章十五节 但是只有好木人 是用定贯词 那位 而不是不定贯词 一位 好 都是意味着 品德高尚 尊贵 和令人敬佩 但在比较意义上 它不仅是优秀 而且是超越 和胜过其他的 希腊语除了好之外 没有更好或最好 好 是一种却越 和崇高的品质 没有相等 或者夸大 一个木人 不是由他磨练出来的 艺术 或者技巧来定义 而是由他所牧养的动物 或群羊 来定义 好木人 为羊 舍名 所有英文译本 都用了 舍 这个字 除了阴定本 用的是 吸 舍 意味着牺牲 或者冒险 献 或者付出 他的生命代替 或者取代 将好木人 和故宫 或故原作比较 名次 故庸 Mistotos 是从 故 Mistotos 衍生的 意为 付款 补偿 奖励 和公支 有三个动词 可以辨别 故宫 就是 看见 撇下 和逃走 狼 做了两件事情 捉住 和赶散 看见 是 妙出 狼 撇下 是 妙出 羊 而逃走 是 离开 布食者 成为 列物 和 那个地方 撇下 是 离开 但逃走 是 消失 撇下 是 逃利危险 逃走 就是 远走 高飞 另一方面 狼 攻击 或者 捉住 和 赶散 羊 动词 捉住 亦为 得着 抢奪 奪去 抢出来 在 马太福音 十一章 十二节 十二章 二十九节 约向福音 十章 二十八节 犹大书 二十三章 这个 意味着 抢走 和 奪取 第二个动词 赶散 Skorbito 或者 施舍 是来自一个昆虫的名词 Skorpios 或 蝶子 所以 狼不单只是 赶散 而且是破坏 吞舌 和毁灭羊群 对 故宫 进一步的 指控 是 他并不顾念羊 在 第十章 十三节 只顾及 公知 顾念 意味着 是 关心 参与 同投入 故宫 同羊 无关系 不是 羊群 主人 都 无所有权 归入 得救行列 be added to the saved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 我的羊 我的羊 也认识我 正如 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 父一羊 并且 我为羊 舍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 这圈内的 我必须领 他们来 他们 也要听 我的声音 并且 要合成 一群 归 一个牧人了 约翰福音 十章 十四节 至十五节 我读到一个 最坚定 和最具挑战的 救援行动 是关乎一只 叫刘盲的 十二岁 小猎狗 它被围棄在 温哥华岛的 立内幕 外户动物协会 小猎狗出现时 全身 铺满灰尘 但是仔细地看 兽医发现 灰尘 其实是它身上 大批 小小的 吊塞 当 诊所的人员 清洗猎狗的时候 看着 虫狗的皮毛 留下 赤红色的水 它们都说 它们感到震惊 立内幕 外户动物协会 给 岛上的 兽医医院 一个选择 它们可以 将狗 安乐死 或者 急救 输血给它 医务人员 就选择了 第二种方法 有一位医院员工 养了一只 德国 牧羊犬 它是一只 万能捐血者 牧羊犬 立即被送到诊所 为猎狗提供血液 过程持续了四个小时 在接收四百毫升的血液 和无数次的清洗后 这只小猎狗 终于恢复了它的活力 和再都没有跳膝 有望完全康复 兽医 狠朗格尼尔说 这个是我从医近四十年来 见过最多跳膝 当跳膝 饮血 去到肉室 他们主要排出消化后的血 基本上你看到的是血海 但是 我们看着这只狗 那只死话 宝贝 你不会死在我们照顾的之下 词语 我认识 Ginosko 在圣经中 仅仅出现了八次 其中有一半 在福音书 在福音书中 四分之三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包括十四 十五和二十七节 十四节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十五节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羊 并且我为羊写命 二十七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动识认识在新约中出现了二百二十三次 其中五十六次在约翰福音 这个意味着四分之一都在约翰福音 所有的八次的我认识都是现在式 作为一个现存的活力的和良好的关系 而不是爱在消退或者结束这样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直接和动态的关系 不是枯燥或者分叉的关系 都没有有关或的的介词在中间 好像我认识羊我认识父和我认识他们 不是我认识有关羊我认识的父 我认识关于他们 最后一句我认识他们 意味着是一种互相依赖和接受的关系 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牵扯和投入的关系 不是一种间接无关的冷漠的关系 这个是一种意识喜悦和确拒 是父神对爱子的执爱和喜悦 另外的羊可能是指撒玛利亚人 敬畏神的人 外邦人迷羊、黑羊或者坏羊 没有种族、地位或者声誉的分别 羊圈是指相信一位父神 属于一群、属于一家 领是牧羊的角色 它意味着道路、供应和平安 得到他保护的保证 Be assured of his safeguarding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并舍了 也有权并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至十八节 耶稣这样说 是随积的层面 胜利的解说 志愿的死亡 他有热情和计划的目的和力量 包括有他的动机、方法和动员令 好目人的动机是对羊的爱 爱是无条件、不配得和不知识的 而羊就不听话、不安心和不理解 然而父神的爱是无与伦比、无知识和无私的 因为这个爱是分享给世界和拯救世界 易的代替不易的 圣洁的代替自私的 神圣的代替堕落的 耶稣完成使命的方法是借着复活 是一种犧牲 将悲伤化作荣耀 报约得审判 毁灭被逆转 死亡梦拯救和仇恨变尊贵 最后耶稣的死是胜利的、代替的和甘愿的 不是受逼的、无匹敌的、无瑕疵的 好目人甘愿死不是错误的死 是乐意而不是老莽 是有意而不是不负责任 没有其他忠保 都没有其他的计划和方法 更没有任何权威 可以合乎神的要求 结语 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 是一种神圣的、完美的 和充满爱和得性的牺牲 你认识我们伟大而荣美的牧人吗? 在他里面你会找到 恩慈、温柔和引渡 他是我们的造物主、指挥官和生命的良友 他将永远不会离开或者撇下我们 不管我们是不是迷失、 挣扎或者叛跌 你是否认识耶稣基督 是你生命的牧羊人呢? 你愿意接受他 作你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作者 叶福成 莫瑞英 作者 叶福成 莫瑞英